- 出不太去河道 - 出不太去河道 - 就他有點難去插眼 - 這樣有點怕 - 抓到了4-4在Record的時間點 - 但是這個球有推到喔 - 再捏 往前 - 但是4-4進化有解 - 所以這一波擊殺並沒有發生 - 下路是強迫了 - 飛這個閃現 - 但是這次進去的狙擊後面有秘密帶來保護飛對 - 倒了 - 後面魔靈趕過來一個鋼鐵勾射 - 但是是往回一滾 - 哇 魔靈也被留住 - 哇 這一波絕對是完全的大爆炸 - 已經死了三個人了 - 哇 這個 - 等一下 如果是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- 其實這一顆神物就回到這個遊戲裡面 - 而且魔靈有一點危險 - 怎麼連Maple在側邊都抓到了阿琪啊 - 鋼鐵勾射往前跳 - 被你扛他 扛到死了 - 但是這往前敲大拳 - 進入一個短暫的無敵時間 - 小回血Maple黑暗心器 - 砸破了Morning的腦袋 - 呃 阿琪不知道是發生了 - 感覺到側邊被抓到了 - 感覺到側邊被抓到了 - 對 這一波的話一開始是傑克這個閃開 - 這是我覺得就是這個傷人線非常正常的一個開戰 - 貝蒂往前綁是要躲過墮落連鎖的控制啊 - 貝蒂的這個操作非常漂亮 - 那我覺得蜜蜜蛋第一時間下來其實保護他的這個狙擊 - 那Morning這邊的話因為知道都有死定了 - 所以他是直接往後拉 - 但是還是被留住 - 那側邊的話沒有看到 - 李星 - 李星應該是在支援的過程當中 - 被這個葛雷夫再加這個星度阿給打下來 - 那後面這邊其實我覺得算是悲體有點小失誤啦 - 就是帥一波之後就扛到塔 - 然後他就死掉了 - 其實摸你這個大絕敲下去的那一陣子有躲過招式 - 我覺得現在就只能看他們這個成長的幅度如何 - 就是已經也沒有喚醒了 - 那你現在烈的時間要怎麼辦 - 蛇蛇被抓到了 - 被握住李星盾眼 - 但是這個盾眼是把蛇蛇給往後一踢 - 這個盾眼感覺上意義並不是很大 - 結果就展現往下走 - 連著Maple也跟著倒了 - 這一波Betty的位置已經被Money給抓到 - 但是Betty是把李星給G掉 - 這一波J-Team的人還有作戰的能力 - 但閃電王看起來沒有想要繼續往前打 - 我覺得這邊的話J-Team算是這一波抓得不錯 - 來看一下這一邊 - 是蛇蛇從這個窄口上來 - 他是硬罐直接把他給罐死 - 那我覺得後續這裡的話Maple是很比較可惜 - 因為被吃到虛弱了所以沒辦法掃到人 - 然後阿祺是被關在了紅BUFF的小失誌裡面 - 這個就沒辦法了 - 對 - 其實在這個 - 只要在野區碰撞裡面阿祺都不可能贏 - 除非阿旁邊有幾個 - 就算是 - 我覺得就算贏他們兩個一條賞 - 哇阿祺被推到了 - 這有點頑皮 - 超能解放 - 直接超渡阿祺 - 因為以Maple來說的話 - 三顆人頭的進場 - 球女是只有一個比不上 - 來了來了 - 後方TP - 這邊是咪咪彈 - 這邊是咪咪彈從後方繞過來 - 卡薩往下一滑了之後 - 現在小龍剩下2000低血 - 目標戰場往個B轉 - 腳來偷阿祺 - 但是小龍沒拿到 - 他反而飛對可以綁下來 - 大腳已經踢阿祺要倒了 - 畫面一轉打一打就快出事了 - 來看一下這一波 - 這一波的話 - 其實J-Team一開始的進攻意圖是 - 我要打左半邊的可能射撞這邊 - 狙擊也架起來了啦 - J-Team根本打不起來 - 我覺得J-Team在這個 - 撤退之後他們選擇的第一個進攻 - 加成是 - 很划算的一個事情 - 我覺得是非常直接的一個幫助 - 開巴龍 - 這是一個early巴龍 - J-Team的速巴龍戰術 - 而且是由馬爾札哈的 - 阿祺的位置已經被掌握到了 - 而且你們怎麼是派阿祺在演戲啊 - 哇好演喔 - 將狗不在就不吃嗎 - 沒有J-Team - 直接帶著辦法 - 把巴龍給拿走 - 開G - 這一波 - 比比是展現交流的自律 - 脫離了聚集的範圍 - 哇 - 這J-Team演得漂亮喔 - 這波真的演得漂亮 - 哇 - 直接角逐奧斯卡了啦 - 阿祺 - 看著 - 飛體是直接去 - 應該是聚集吧 - 好 - 這邊是魔靈打得很兇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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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都要滿血的啊 - 滿血的 - 旁邊繞了 - 哇 - 你這個 - 你這個兇就是太兇了 - 因為 - 基本上這個時間點的模擬是沒有坦裝的 - 對 - 所以我覺得就有點兇了啦 - 這邊算是 - 但他其實做了視野 - 然後再來是他在團戰裡面可以發揮的 - 我覺得都還算是有一些 - 一些程度啦 - 我覺得他反正 - 他等一下只要正確地帶球 - 碾到人的話應該就可以殺了 - 哇偷吃 - 哇這個吃法 - 又吃了 - 哇哇哇哇 - 這邊是有發現 - 但是速度很快喔 - 叫了一堆蟲子出來 - 而且摸你的這個大 - 這個踢也踢得很快 - 後方是咪咪蛋的TP先進場 - 但被李星大腳一串差一兩千了 - 這一隊又把巴龍給拿走 - 咪咪蛋來切退路 - 往回一綁 - 結構的問題有點危險 - 一槍一千一 - 直接蹦掉 - 咪咪蛋這個時間點 - 球體卻大學 - 超級 - 直接把人給捲死 - 但是這一波 - 還能不能作戰 - 來看他悲體的發揮 - 致命不斃 - 留住了阿琪 - 這一波是閃電狼 - 得一個煩打 - 但BB還可以作戰 - 拉了破獎劍 - 但自己的隊友 - 全部都已經倒下了 - 對 - 這一波的話我覺得 - 比較大的問題是 - 雖然他們真的石頭包 - 但是 - 我覺得這個大腳一踢 - 把咪咪蛋往回踢 - 有點關鍵 - 因為他把咪咪蛋踢在的是 - 這一隊衝退的路徑上 - 所以咪咪蛋很開心的直接綁回來 - 來看看這一波 - 這一波其實速度非常的快 - 那 他把他踢走了 - 然後他就 - 走下來 - 你們怎麼四個拳在這裡 - 他一個流了之後 - 接下來是Betty的狙擊配合 - 我覺得這邊Maple - 波波的球捲得也不錯喔 - 波波這邊其實我看的話 - 是捲到三個 - 但是更關鍵的是Maple這裡還是 - 我看他是直接閃上去一罐 - 所以他直接把波波給灌死了 - 那我們剛剛在團戰其實有講到 - 就是團戰者發揮波波至關重要 - 他這邊 - 如果沒有辦法去拉打的話 - 團戰其實贏不了 - 那後面Betty本來就帶一個很安全的地方輸出嘛 - 所以這波就是他把後續的偷給清掉 - 哇 結果忙了半天 - 剩下BB一個人拿到巴龍 - 其他全部人都倒了 - 對 - 然後畫面一轉就看到閃亮在剩遠谷巨龍 - 怎麼看都覺得那個踢真的是 - 我也只能說就是這個守門員神木茂凱 - 守門守得不錯 - 守得不錯 - 就算他不踢他應該也是活的下來 - 但是結論是要踢的吧 - 後面的阿琪 - 回盾眼 - 卡在了牆邊 - 被一波帶走 - 這邊的話我覺得算是JT比較新的地方 - 哇 被虧到了 - 鋼鐵鉤石卡在半空中卡彈 - 但是現在狙擊 - 第二槍也沒中 - 直接硬殺 - 這個超級解放硬炸 - 但是莫迪是反進了他一個大絕 - 再加高鐵鉤石脫離了這個圈外 - 但是BB在這個點點是飛過去了 - 來控制一下對手的一個退路 - 想要高鐵鉤石走在莫迪 - 被卡在牆壁上面 - 哇 這一波雖然冒卡還倒向 - 下路被PT囉 - 這樣是一定要逼這條巴龍喔 - 因為你 - 哇 好快喔 - 你如果一回去的話 - 你的這個巴龍就 - 基本上你是五打四 - 哇 這個卡蜜爾的鋼 - 巴龍是一定要是 - 這卡蜜爾鋼鐵抑制是拿來專門拆房子啦 - 因為 - 這邊是一定要硬拚了 - 踢高地塔一定踢很快 - 來看一下這邊拚阿琪 - 整場遊戲最關鍵的一個重擊 - 就看這一波踢進來了 - 哇 但是KARZA穩定重擊 - 把巴龍給拿走 - 李星跟著倒向 - 下路Money一個人獨立的把巴龍給踢破了 - 來看看這個閃電能不能順利的回家 - 哇 這邊是放Betty一個人回去守 - 其實不太可能守得住 - 哇 高地的兵盈也爆掉了 - 其實他已經下去的時候 - 呃 那個巴龍血量吸太多了 - 哇 要小心喔 - 喔 要小心喔 - 所以時間點的話JT要開他必須要打了 - 忽然接下來的話 - 哎呦Betty這裡還好有水星彎刀 - 解開了這個多連鎖的控制 - 她後方 - 阿琪又被秒掉了 - 你怎麼又不見啦 - 黑暗星期的這個超能解放 - 又超渡了這個李星 - 其實我覺得這個閃亮的人算非常衝 - 其實他知道你這邊 - 你要贏我的唯一方法是 - 你正面這個4-4的球直接捐我五個 - 這個有點難 - 這個聽起來就是有種正面上我啊 - 對 - 不然的話你就從側邊卡蜜爾飛進來 - 或是李星飛進來 -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側邊的視野做得很足 - 喔喔BeeB被狙擊了 - 由傑克幫打 - 她擋了第四槍 - 欸出 - 欸沒有出手 - 欸沒有他打在封我身上 - 打在封我身上 - 但是後方BeeB在TP進場 - 都是一個滿狀態的冒牌 - 看來反射球窩來坦殺 - 下路高地塔已經爆了在後方卡蜜爾的突進 - 哇 - 哎呀來不及打出傷害把BeeDee給收掉 - 自己就已經先行倒下了 - 高地的水晶兵應該也守不住 - 應該也守不住 - 閃亮大局入侵 - 上路的超級小兵也會合了 - 又是閃現了超級小兵也會合了 - 又是閃現了超級解放一個驚人 - 兩邊都是中路都是 - 球隊決大決 - 終於成功地卷到了人 - 把MEPLE給帶走 - 但是也主堡守不住 - 恭喜閃亮在第一場比賽拿到了勝利 -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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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帽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